第一百二十五集 这下叶婉婉没话说了 如果不是有猫腻 为什么要撒谎 可她总觉得这件事情 肯定是哪里有误会 前世楚风对江燕燃那么痴情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手机那头的音乐 更加地震耳欲聋 叶婉婉的眉头紧簇 你现在人在哪里 江燕燃的声音略带醉意 听到江燕燃说在酒吧 而且说话的语气还透着醉意 叶婉婉顿时眉头紧簇 江燕燃这个状态 一个人在酒吧太危险了 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叶婉婉说完便挂了电话 不等她说话 那边便传来四夜寒的声音 让许一送你 叶婉婉点点头 在四夜寒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我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很快就回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她与四夜寒之间 竟然能够如此自然地聊天说话 她见朋友和朋友联系 再也不会第一反应 是看她的脸色 害怕她会生气 而这一切的改变 也不过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叶婉婉匆匆下楼 刚一下楼 正好看到许一在客厅里跟庸人说话 叶婉婉正要叫她 许一却一看到她就开始躲 立即匆匆地往厨房的方向走去 叶婉婉的眉头微醋 目光微凛地将人叫住 许管家 许一的几倍一僵 没办法 只能缓缓转过身 滴滴垂着头 试探遮挡自己脸上的伤口 婉婉小姐 你有什么吩咐 你的脸怎么了 叶婉婉沉声问 没事 撞门上了 叶婉婉双臂还凶笑了笑 撞门上能撞成这样 不如 你再撞一次给我看看 此刻许一的半张脸都肿起来了 眼睛青紫一片 布满了血丝 眼皮子都已经撑不开了 这个 许一顿时不说话了 是刘颖 许一急忙的 真的没事 婉婉小姐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许一试图转移话题 叶婉婉沉着脸色 没事了 你把刘颖叫过来 让她开车送我去个地方 许一立即一道 你要去哪 我送你过去 你伤成这样 怎么开车 去叫人 叶婉婉的语气里 透着一丝怒火 见叶婉婉冻了怒气 许一没办法 只能赶紧让人 去把刘颖叫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面前的明明是个 娇滴滴的小姑娘 但每次她动真怒的时候 总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那是一种 和主子身上的某种气息 非常类似的感觉 很快 刘颖被叫了过来 一看到叶婉婉 就板起了脸 有事 叶婉婉冷腻了她一眼 备车 送我去飞色酒吧 什么 听着叶婉婉 理所当然的命令语气 刘颖的面色 一阵清白变幻 不及刘颖面上的 怒气显露 叶婉婉已经站起身 丝毫不给对方 拒绝的余地 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道 我赶时间 你 刘颖死死捏着拳头 先是看了旁边的 许一一眼 最后还是咬着牙 跟了上去 叶婉婉靠在后座上 闭目养神 刘颖沉着 她的脸坐在副驾驶座 正在开车的是 刘颖手下的队员宋静 前座上 宋静透过后视镜 朝着后面看了一眼 随即压低了声音开口 哎呀 队长 队长 你别气了 不死喜欢她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 闭嘴 刘颖此刻的心情 明显很不好 居然沦落到 要去护送这个女人 对她而言 简直是屈辱 哦 宋静晋升了 车子开了半晌 宋静又不敢寂寞地开口 其实吧 队长 虽然我也觉得 若曦女神 是最有资格 做咱们当家竹目的人 不过夜晚晚 其实 没你想象中的 那么糟糕吧 这长相 就不说了 女孩子嘛 交调一点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也没啥好智慧的 再者 从上次逼国的事来看 虽然是 内线教她的办法 不过她能演得 那么逼真 也是本事啊 当时连我们自己人 都被她骗过去了呢 无论如何 好歹那次 也是夜晚晚出手救了自己 宋静还是挺感激的 当时要不是她突然出声 说出了开堂手 油筋的弱点 她就死定了 刘盈冷笑一声 丝毫没有压低声音 故意用夜晚晚 能够听到的声音开口 哼 演戏好 那还不如去做戏子 后座上 夜晚晚正在想 江嫣然和楚风的事情 听到刘盈的讽刺 并没有理会 半个小时后 车子终于在 飞色酒吧门口停下 夜晚晚立即推门下车 快步朝着酒吧内走去 叶小姐这么晚 去酒吧做什么 见男人 还是女人啊 宋静一边嘀咕着 一边停好的车 刘盈双臂还胸 神色漠不关心 酒吧内 灯光目眩神迷 音乐声震耳欲聋 夜晚晚推开拥挤的人群 好不容易终于在其中一个卡座 找到了趴在那里的江嫣然 燕然 燕然 终于找到了人 夜晚晚松了口气 江燕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缓缓抬起头 睁睁地朝着来人看去 几乎是看到来人的瞬间 女孩便红了眼眶 微笑道 晚晚 你来了 看着女孩强颜欢笑的模样 夜晚晚的眉头紧簇 静止朝着女孩走去 夜晚晚什么也没说 轻轻抱住她 拍了拍她的后背 江嫣然强忍的眼泪 顿时便滚落下来 身体轻轻地颤动着 此时 宋静和刘盈也跟着 在不远处的卡废上坐了下来 寻了世界女神啊 难怪 宋静难难 等江嫣然的情绪 缓和了一点后 夜晚晚问她 到底怎么回事啊 江嫣然扶着额头 就是我说的那样 你确定 那个女人不是楚风的亲戚 表妹堂妹之类的 江嫣然摇了摇头 确定过了 不是 有那个女人的照片吗 夜晚晚试探着询问 江嫣然拿起手机 那天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偷拍了一张 说完滑动手机 点开了相册里的一张照片 夜晚晚忙接过江嫣然的手机看去 只见 照片中的背景是在商场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逛街 楚风提着大包小包的跟在后面 从照片上来看 两人确实很暧昧 不过 让夜晚晚注意的是 她怎么觉得 这女人有些眼熟 夜晚晚放大照片又看了一次 结果 越看越觉得 自己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而且应该 就是在近期见到的 奇怪 到底是谁呢 夜晚晚沉吟 从照片上来看 这女人少说也二十多岁了 肯定比楚风大 而且看上去 也不像是楚风喜欢的类型啊 谁知道呢 江嫣然面色苍白的楠楠 将杯中的酒一眼而尽 经历了宋子航之后 江嫣然本就受到了重创 若是楚风也 而且楚风和江嫣然 还是自己一手撮合的 该死的 楚风这小子 亏他这么帮着他 若是他真敢出轨 他把他的第三条腿都打断 江嫣然将自己 和夜晚晚身前的酒杯都倒满 陪我喝一杯 嫣然 你别喝了 事情没弄清楚之前 先不要轻一下结论 回头找个时间 把他约出来 开场不公地谈一谈 江嫣然闭了闭眼睛 可是婉婉 夜婉婉轻叹一声 知道江嫣然不是不想 是不敢 哦哦哦 酒吧里响起震耳欲聋的 鬼哭狼嚎 中央的舞台上 有舞女正在跳脱衣舞 尺度非常大 不堪入目 不远处 宋静看得目不转睛 没想到出来一趟 还能有这样的福利 刘颖则是脸色一片黑沉 看着正在跟江嫣然说话的 夜晚晚 脸色更差了 一个女孩子 大晚上的跑来这种地方 简直风格败坏啊 糜烂混乱的酒吧里 夜晚晚穿着白衬衫 牛仔裤 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 明明是普通 到了极致的装扮 脸上也是未识粉蛋 可女孩明眸善赖 肌肤如雪 如同一个巨大的光源 从刚踏进酒吧的那刻开始 就引来了不少目光 此刻 楼上的VIP玻璃卡座内 有人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楼下的某个方向 卧槽 这上有 有鸡瓶啊 身旁端着酒杯 抬头金贵的公子哥 一脚踹过去 吵死了 什么鸡瓶 那边 那边啊 公子哥朝着江嫣然的方向看去 神情不屑 不就是个落单买醉的妞吗 你没见过女人 那女孩长得倒是不错 不过她早就尝遍了帝都无数美人 这样的早就看不上眼了 旁边的手下急忙到 不是不是她 是红衣服旁边那个 穿着白色衬衫的那个妞 旁边哪个 公子哥又移动了几寸目光 随即看到了红衣女孩对面的女人 看清女孩之后 公子哥喝酒的动作瞬间僵住 眼珠子顿时都不会转了 卧槽 果然是极品啊 没想到在飞色 还能遇到这样难得一见的货色 楼下 夜晚晚正试图将江燕然扶起来 燕然 乖 别喝了 现在太晚了 我们先回家 改天我陪你一起去找楚风 江燕然这会儿已经完全喝高了 夜晚晚费了好半天的力气 才终于把她扶了起来